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有没有想过像耶利米那么属灵的大先知也会有软弱的时候 甚至陷入埋怨和远离神的瓶颈 是的 虽然耶利米是先知 但他和我们一样 也是平凡人 在痛苦不堪的时候 他也同样会挣扎 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来默想耶利米在极大痛苦中 向神诉苦的心境 以及神给予他的劝勉和鼓励 若我们当中有人信心摇动 心理作难 但愿我们也能从这段经文得到鼓励和建造 再一次的回转 正立在神面前 成为神手中圣洁的器皿 耶利米书15章 延续上一章 记得不记得在使者之前 神三次禁止告诉耶利米不要为百姓祷告 上一章就是第三次 神说 耶利米书14章11到12节 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 他们禁止的时候 我不听他们的呼求 他们献凡计和肃计 我也不悦纳 我却要用刀剑 饥荒 瘟疫 灭绝他们 即便如此 耶利米接下来仍旧为百姓祷告 耶利米书14章20到22节 耶和华 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 因我们得罪了你 求你为你名的缘故 不厌恶我们 不如莫你荣耀的宝座 求你罪孽 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 外邦人虚无的神中 有能降雨的吗 天能自降甘霖吗 耶和华 我们的神啊 能如此的不是你吗 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 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 面对如此执着的耶利米 神如何回复他呢 接下来有三段神与耶利米之间的对话 其中耶利米在崩溃边缘向神诉苦 倾倒心中的怨言和不满 一 对话一 十五章一到九节 审判已定 第一节 耶和华对我说 所有摩西和萨摩尔站在我面前代仇 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 审判的事已定 就算有摩西和萨摩尔来为百姓代仇 也无据于事 摩西和萨摩尔是代祷者中的代祷者 他们多次为百姓代仇 往回了局势 免去了灾祸 譬如金牛犊事件 神听了摩西的祷告 没有灭绝以色列百姓 参考《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一到三十四节 后来 百姓因听信十个探子的恶言 而不愿意进去 得应许之地 摩西为他们代仇 神又再次按照摩西的话 赦明了百姓 萨摩尔也是如此 一生为百姓代仇 他说 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 在以色列人的认知中 摩西和萨摩尔是代祷者最好的模范和代表 诗人把摩西和萨摩尔相提并论 讲到他们祷告的大能 诗篇九十九篇六节 在他的祭祀中有摩西和亚伦 在仇告他名的人中有萨摩尔 他们仇告耶和华 他就应允他们 摩西时代 百姓刚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 萨摩尔时代 百姓已安居在应许之地 正要从逝世世代切换成君王治理的世代 这些年来 神一直给百姓悔改的机会 只可惜 如今来到耶利米的时代 百姓也铁了心不愿意悔改 所以审判必须领到 因此 就算是摩西和萨摩尔这时候 来为百姓代仇 也无助于事 因审判的事已定 既然百姓不愿悔改 并且已经来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神就说 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 叫他们去吧 当他们问 我们往哪里去呢 就要告诉他们 佑华如此说 定为死亡的必至死亡 定为刀杀的必交刀杀 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 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 虽然代祷已无方挽回他们 但耶利米仍然必须 把将要临到他们的审判 一五一十的按照神的话告诉他们 三到四节 耶和华说 我命定四样害他们 就是刀剑杀戮 狗类撕裂 空中的飞鸟和地上野兽 吞吃毁灭 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 抛来抛去 都因犹大王西西加的儿子 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 神命定的四样灾祸 一刀剑杀戮 二地面上的尸体被狗类撕裂 三以及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 吞吃毁灭 四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 抛来抛去 就是那些剩下没有被杀的生还者 或是自愿投降的人 被分散在各地 神指出原因 都因犹大王西西加的儿子 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 其实马拿西到了晚年悔改了 神也赦免了他 但他在百姓中所撒的恶种 窥知不去 悔改前的马拿西是犹大国最坏的恶王 坏到极处 如今神说 他们都行马拿西所行的恶 祭拜众多偶像 甚至他们的罪超越了列祖 第五节 耶路撒冷啊 谁可怜你呢 谁为你悲伤呢 谁转身为你的安呢 虽然遭遇极其凄惨 却无人同情 为什么呢 第六节 耶路撒冷啊 你弃绝了我 转身退后 因此我伸手攻击你 毁坏你 我后悔 胜不耐烦 其实神已经给了他们几百年的时间悔改 第七节 我在境内各城门口用破机破了我的百姓 使他们丧掉儿女 我毁灭他们 他们仍不转离所行的道 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翻译 一 因为他们不转离他们所行的道 二 被管教之后 他们仍旧不悔改 因为战乱中死了许多人 所以 第八节 他们的寡妇在我面前比海沙更多 原本神一许亚伯拉罕 叫他的子孙躲起来 如同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 如今却沦为寡妇比海沙更多 神说 我使灭命的五间来攻击少年人的母亲 使痛苦惊吓忽然临到他身上 一般来说 士兵在五间休息 但就在意想不到的五间 敌军来袭 贾先知都在说平安平安 所以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平安稳妥时 审判忽然临到 不但临到少年人的母亲 也临到年纪老迈的母亲 他们都成了寡妇 第九节 生过妻子的妇人 地衰弃绝 尚在白昼 日头忽露 他爆亏蒙羞 生过妻子的妇人 有不同的解释 解释一 形容生养众多的母亲们 生了七个儿子 表示极大的福气 本该安享晚年 却因战乱痛失儿女家人 同时也失去了生活的供应 与活下去的盼望 解释二 形容生养众多的耶路撒冷 原本人丁兴旺 却在战乱中丧尸子民 而沦为荒凉之处 他们原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 仇敌却突然围攻 黑暗的日子突然来到 如日间太阳突然消失 从原本的繁华昌盛 沦落为悲见凄凉 以至于 他爆亏蒙羞 神说 其余的人 我必在他们敌人跟前 交与刀剑 百姓有的被掳 有的死于刀剑之下 对于耶利米而言 沈不但不要他为百姓祈祷 还吩咐他把一定的审判 告诉百姓 这叫耶利米情何以堪 如何面对示好呢 对话二 十五章十到十四节 我有祸了 这时 耶利米回应 哀叹说 第十节 我的母亲啊 我有祸了 因你生我 作为遍地相争相近的人 记不记得神呼召 耶利米时告诉他 耶利米说一章五节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 我已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别你为圣 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如今 他顺服了神 却遭受从人来的对峙 所以他认为 自己的出身是一个祸患 与全地的人对立 他为自己申冤说 我素来没有借贷于人 人也没有借贷于我 人人却都咒骂我 咒约律法禁止借贷取利 所以当时如果有人 向穷人借贷取利 这会遭受 所有人的唾弃和憎恶 耶利米说 他没有向人借贷 也没有人向他借贷 可是 他却遭受了同样的唾弃 人人却都咒骂我 神立刻安慰耶利米 十一节 耶和华说 我必要兼顾你 使你得好处 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 我必要使仇敌 我必要使仇敌殃仇你 虽然人壮骂他 抵挡他 但他不需要害怕 也不需要丧胆 因为神说 神必兼顾他 给他好处 甚至使他的仇敌 来祈求他的帮助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见 后来当百姓遇见危险 面对巴比伦的围攻 西迪迦王赶紧打发陈仆 去请耶利米 为他们仇问耶和华 当耶路撒冷被攻破了 犹大百姓被掳的时候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萨 去善待耶利米 正如神这里所应许的 巴比伦王吩咐护卫卫长 释放耶利米 好好看待他 不可伤害他 让他自由选择 是否同去巴比伦 或是留下来 他想要去哪里都好 不但如此 护卫长还送他粮食和礼物 如此应验了 神这里应许耶利米的话 接着神问 十二节 本岂能将铜与铁 就是北方的铁折断呢 北方的铁指巴比伦 因为是铜与铁的混合 所以比一般的铁 更刚硬和坚固 信用没有人比巴比伦强大 没有国能抵挡巴比伦的攻击 接着神对犹大百姓 继续发预言说 十三到十四节 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一切罪 把你的货物财宝当掠物 白白地交给仇敌 我也必使仇敌带着掠物 到你所不认识的地区 因我怒中起的火 要将你们焚烧 对话三 十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 难道你带我有鬼诈 夜令你听见了神的话 心中仍然委屈 此时神给他的应许 尚未能平息他心中的怨气 他的眼目仍然无法 从那些逼迫他的人身上转移 他陷入了苦毒的漩涡 而且越陷越深 无法自拔 所以他继续向神祷告 他没有掩盖自己的真实情感 也没有肤浅地表面的安慰 更没有自欺欺人认为没事了 他乃是坦然无惧 赤路敞开 来到神面前 继续倾诉自己沸腾的心情 一 首先 夜令你求神纪念他 为他报仇 因他为神受苦 十五节 耶和华 你是知道的 求你纪念我 赚雇我 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 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 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领悟 二 夜令你表明自己对神话语的忠诚和喜悦 十六节 耶和华万君之神啊 我得着你的言语 就当食物吃了 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夜令你与拒绝神话语的百姓之间 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夜令你而言 适合神的言语 从神呼召他开始 一路走来 神所说的每一句话 他照单全收 他领受的 不但是安慰劝敏的话语 以及充满盼望的应许 他也领受了审判与灾难的预言 这些神的言语 他当食物吃了 不只是在顺境中吃喝神话语 也在逆境中吃喝神的话语 当百姓不肯听劝 不相信他 当他被冤枉 被恶待的时候 他仍旧以神的话语为食物 因为他是属神的人 是称为神名下的人 你当以神的话语为宝座 为喜乐 三 夜令你独自承担 十七节 我没有坐在燕乐人的会中 也没有欢乐 我以你的感动独自静坐 因你使我满心愤恨 神的感动原文是神的手 指神大能的手要施行审判 神的启示 使耶利米从众人当中分别出来 他不但经历神话语而来的满足和喜乐 也经历了神话语而来的愤恨与激动 因为领受了神的启示 耶利米的思维 情感以及生活作息 全都改变了 也因此 那些不接受神话语的人 与他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耶利米无法与他们同流合污 也无法与他们一同装作没事的 继续吃喝玩乐 百姓不明白 也不接受 在水深火热中 照常厌热 而耶利米只能独自承担 从神而来的感动 因神的手 独自静坐 满心愤恨 十六和十七节的两种心情 耶利米全都紧礼 神的言语是他 心中的欢喜快乐 神的感动使他 独自静坐 满心愤恨 有些学者认为 耶利米刚开始蒙昭时 神呼召他的话语 使他心中欢喜快乐 但之后因所领受 并要传讲关于神叛的信息 心中的欢喜快乐 就变成了满心愤恨 到了这个时候 耶利米的心情 跌入谷底 四 耶利米倾诉 痛苦中的失望和彷徨 十八节 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 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 不能前运呢 耶利米长期传讲 审判的信息 心中因百姓的悖逆 已苦不堪言 同时又遭受人的唾弃和辱骂 以至于伤痕累累 心中的苦没有止息 所说的伤没有痊愈 耶利米快撑不下去了 他问神说 难道你带我有鬼诈 像流干的河道吗 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却没有得到神及时的帮助 如炎热的夏天河道 却枯干无水 耶利米在神面前倾心吐意 把内心一切真实的感觉和心情 毫无遮掩地告诉神 此时 神教导他如何对付心中的负面情绪和苦度 一 首先 神呼吁耶利米归回 神说 十九节 你若归回 我就将你再带来 使你站在我面前 原来像耶利米那么属灵 被神重用的仆人 也会偏离 也会陷入迷惘 也需要归回 此时的耶利米 内心充满了失望和不解 不知不觉越飘越远 人不但因为是罪远离神 也有些是因顺服神过程中的不容易 以及不理解 而渐渐远离神 所以 神首先帮助耶利米回到神的面前 从自哀自怜中出来 再次施力在神面前 二 其次 神呼吁耶利米出去杂念 神说 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 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 他必须要分辨哪些是属神的热情 和宝贵的信心 就要持守 哪些是下贱的情绪和掺杂的思维 譬如苦毒和失望 就要赶紧丢弃 三 神叮咛耶利米 他们必归向你 你却不可归向他们 我们服侍神 若不仅剩自己跌倒 不但没有赢得百姓的心归回神 反而是自己归向了他们 一起远离神 所以我们必须向着神 才能坚定不移 什么时候远离了 什么时候就赶紧归回向神 四 神再次坚定神对耶利米的呼召说 二十到二十一节 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同乡 他们必攻击你 却不能胜你 因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搭救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搭救你 脱离恶人的手 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 这番话 就是当初神呼召耶利米时所说的话 直到如今 仍然没有改变 神没有以诡诈 是耶利米 耶利米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 看啊 我今日使你成为 奸臣 铁柱 铜墙 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 首领 祭司 并地上的众民反对 他们要攻击你 却不能胜你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您是否正处于迷茫中 信心动摇 心理作难 破涛胸有的情绪 无法平息 好不好 今天让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 清新徒义 效法耶利米一样 向神诉苦 并且按照神的劝勉 让我们从自哀自怜装出来 回转归向那位呼召我们的神 示力在祂面前 将我们的心思意念 以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 好让我们再次成为神 手中圣洁的器皿 向这世代传递神的话语 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大使命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无论遇见任何苦难 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 就如当初神与耶利米同在一样 让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 今天我们再次来到祢面前 向祢诉苦 并且要全心转向祢 把我们心中的怨气和委屈 毫无遮掩地倾倒在祢脚前 凡是属于祢的一切宝贵意念 我们要藏在心里 凡是不属于祢 那卑贱的思维和情绪 我们统统不要 求主再一次兼顾我们 恢复我们心中 对主的信心和热情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